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要是以种植水域及甘薯为主食 上次我们带小朋友认识了梯田的结构与灌溉方式 今天道武师哥哥还要带你们去瞧瞧 竹人们是如何运用智慧 以不伤害土地的方式来耕作哦 小朋友 道武师哥哥带你们来到这个地方呢 就是要让你们了解 农耕到底有哪些科学原理呢 我们的小尖兵就在这个地方 今天的科学小园子 我们来到的是位在屏东县的嘉东乡 我们是嘉东乡 日光国祥 没错 这六位朝气时足的小朋友 就是我们今天的小尖兵啦 哇 你看这个山鼠都发芽了 把它丢掉吧 不行吧 这应该还好好的啊 不能丢啊 那你认为能吃吗 那你又怎么知道发芽要丢呢 道武师哥哥 诶 哇 小尉你们挖到了哦 怎么了 他说甘鼠发芽要丢耶 甘鼠发芽要丢 对啊 谁讲的 你讲到 对 不行啦 为什么 其实这个它要放在旁边 你再种它的话 它还可以再繁衍 还可以再长大 所以这个绝对不可以丢 我们来去看看我们的族人呢 他们是怎么永续经营自己的作物 小朋友还记不记得 在这一片片梯田上所种植的 就是我们道武族人 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水域哦 现在就跟着道武师哥哥 夏田来帮忙吧 小姐 美慧姐 大武师 我跟你讲 赖美慧 熟悉的欧族田里大小事 积极推广部落传统文化 原来你在除草啊 对啊 我帮你 我帮你 你要帮我 对啊 喂 等一下 你干嘛 拔草啊 拔草 草不能随便乱拔 你不要看到草就拔好不好 那要怎么拔 我跟你说 我们有分好草坏草 你这样一拔 我们的好草都被你拔光了 好草跟坏草 嗯 这怎么分 这都是杂草诶 杂草 你说这是杂草 怎么分好草跟坏草 好草跟坏草 那你看哦 这个就是好草 这个就是好草 对 看起来好像不起眼 这个很平常啊 这怎么会是好草 那其实它的那个署名叫做那个马尼拉茲 马尼拉茲 对对对 可是为什么你说这个是好草呢 它有一个特性哦 像我们怎么去区分好草跟坏草呢 就是这种草呢 马尼拉茲呢 它的那个对土 土壤的那个包覆性很强 所以当我们的那个田梗呢 遇到大量的水的时候 不容易松动 或者不容易吐蚀刮动 意思很像就是说 在山上我们那个大树啊 对 它会向下扎根嘛 对 如果说如果是那个根是很浅的 对 那就很容易会吐石榴嘛 对 那除了这个特性呢 还有另外一个特性 嗯 这种草它会排挤一些不好的草 能长的大家都是这种 不好的草 我们叫那个马尼拉茲茲 你说这个就是不好的草 不好的草 对我们都会拔掉 像这种草呢 那我们俗称我们打雾鱼呢 叫做巴胺 巴胺 对 那它的学名叫做 月菊叶曼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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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草啊 是我们打雾主最上等的草 最高级的草 月菊叶曼蓉 巴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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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种草 它可以包住整个石头石块 这边有没有 这个石块 真的耶 这里面都石头耶 这还有细沙 所以被它包覆过的东西呢 完全都不会流失 所以这个是 把它的土囊啊 石头啊 甚至细的沙 都可以完全的包覆 这个就是我们最上等的 好草就对了 对对对 那这些就像你讲的 都是不好的草 不好的草 马拉茲茲茲 快草 所以这些东西都一定要除掉 对 好那我现在知道 我来帮你把这些坏的东西除掉 小朋友仔细看喔 在水域田周围的这些小草 也是有好坏之分喔 坏草繁衍的速度很快 容易抢走水域的养分 而好草呢 不但能够抑制坏草的生长 也可以紧紧的包覆住土壤 使土壤不会轻易流失喔 好 那我试过来一下 嗯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草 好 我的妈妈在那个水域采收啊 哦 现在就是要采收啊 我刚刚有蚂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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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底下都烂了 它会自动断掉 烂掉了 这是刚才那个头 这是尾部 都烂了 这个是不能吃的 哇 所以这个烂掉就不能吃了 通常他们如果这边还好的话 这边就会切掉 这边切掉 那如果真的整块都不好 那就喂猪了 这个食物也不能浪费 人不能吃 但是我们的猪可以吃 千万不能浪费啊 没有错 虽然烂掉的水域不能够采收来吃 不过啊 也不能随便丢掉浪费哦 咦 我们把需要的芋头采收完之后 那剩下的这些菌要做什么用呢 刚刚那个菌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发现 我们打雾呢 在采完这个菌之后呢 它也会原 原封不动的再把它摘种到这个土壤里面 我们在采收的时候 把我们要吃的部分 切下来之后留着 然后剩下的呢 就当下 没错 直接就再种回去 是 听起来很特别吧 小朋友 其实啊 对于我们刀乌鲁崩树来说呢 除非是有特殊的庆典 才会大量种植及采收水域 平常只有在需要吃的时候 才会到田里来挖哦 而且啊 我们的老人家真的很厉害呢 懂得运用水域的特性 把金苗留下来继续栽种繁殖哦 芋头呢 就是这个芋头的苗呢 事实上还传到它这一带 我的外婆已经去世了啦 那还传到它这一带 那那个芋头从哪里来 也是从以前的人 一直不断的流传下来的 哦 所以这个芋头苗 可能这块芋头 曾经那个果肉 我的真祖母 或者已经去世的这些祖先吃过 一直到我这一带还在吃这个芋头 所以也有可能说这个苗 是已经是我们真真真 祖父祖母 好几代 好几代 哇哦 没有想到我们现在吃的水域呢 竟然是经过历代祖先流传下来的耶 而这其中另一个代表的意义呢 就是仙人们希望让后代的子孙 不愁没有食物可以吃哦 哥哥 这前面在烧火耶 那个我们过去传统就是要把那些开垢完之后的杂草呢 堆在田边后就这样子烧起来 这是我们非常传统的那种开垢的方式 你说这个算是一个开垢的一定会做的一个步骤 对因为我们来与所有的作物呢是不施肥的 不施肥 那烧这个会有肥吗 嘿你仔细看哦 这些烧完之后的灰烬呢 是最好的肥料 最好的肥料 最好的肥料 这些土呢和一起来做根做 然后它就自然的吸收这些营养这样子 哦 没错 所以这应该算是火根啊 对 没错 我们来与就是很标准的火根 运用大自然中万物的特性 来取代除草剂和化学肥料 支持我们倒入泵树 对祖先留下的这片净土 所付出的爱与回馈哦 接下来呢 就由科学老师来告诉我们 传统农耕理念究竟有哪些科学原理呢 林育哲老师擅长农业科学与应用 提倡零污染的自然环境 老师 我们族人呢 是把这个水域呢 拿它要吃的部分 剩下的把它种回去 再让它长大这样 对 这就是我们在 无性繁殖里面的牵擦法 其实哦 在我们之前有看过 那里有达物族人 他们族人呢 使用这种牵擦方式 其实在我们本地台湾呢 用干锁方式的种植 哦 所以就是用这个 你刚刚讲的这个牵擦法就对 将植物的根、金、叶部分折断茧下 插入土中或沙中 使它生根成为新株体的繁殖方法 成为牵擦法 依牵擦部位不同 又分为 根叉、枝叉、叶叉等方法 属于无性繁殖的栽种方式之一 而新长成的新株 则能保有母株的一切特性哦 等一下呢 老师就要跟小朋友们说明 用干锁的金来进行牵擦时 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哦 哇 老师你去切了这一节啊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我们所谓无性繁殖面的牵擦法 那干锁也是利用这种方式 来做牵擦的 我们取仙端苗 什么叫仙端苗 就在最前面有一个右牙的地方 那我们最好是要取说 叶片有没有病虫害 有没有破损 还有茎有没有粗 还有它的结尖的位置 是不是短的 而且最重要 我们要取仙端苗 约30公分 我们这样手一笔 哇快30公分 我们要取八节位 什么叫八节位 我们注意看这地方 这个是第一个节位 第二个节位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我们取到的时候 后面的牙我们都不要了 跟叶片我们都不要了 我们取这一段 那我们再做所谓的牵擦法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牵擦下去 好 然后再用我们的左手 把土壤覆盖住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诶老师 像你这样子的做法 跟我们在兰嶼这样子 种水域的方式好像不同 是的 的确有点不同 因为在兰嶼水田 那个水域是种在水田里面 它的土壤是含有水分的 它只要一种下去的时候 当时土壤会分开来 然后之后它只要手一放开 它土壤因为有水分 会聚集然后慢慢会合起来 那在我们这边 应该是属于旱田 那旱田的话 因为它不是像水田那样 土壤会自然聚集起来 所以我们只要一扦插下去的时候 用我们的手 把这些土壤 慢慢把它覆盖住 我们覆盖 约有四分之三的位置 然后留下 约四分之一的位置出来 那这样子 之后只要用 淹灌的方式 灌水 然后它就会开始长根了 要记住了 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把它盖住 对不对 一定要留有四分之一在外面 接下来就换小朋友们 实地操作一下咯 对了对了 千万别忘了要先整地 松土 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扦插育苗 好的 现在就有老师来验收大家的成果咯 哇你们那边做好了吗 好了 这个扦插法 我们这两组来看一下好了 老师你看看我们做的 小朋友做的真的不错 那我们可以测试看看 他做的好不好 我们把这个呢 静苗呢 这个地方稍微拉一下 有没有紧 有紧 表示它扦插得非常好 就代表说这一组做得非常好 真的喔 哇 有成就感耶 对不对 那你们那边呢 很紧喔 不错 我们这一组小朋友做得很好喔 哇 太好了 每个小朋友都现在都已经会这个扦插法了 对不对 对 我们这个甘薯啊 其实它繁殖得很快 像我知道说这个地瓜叶 是可以炒来吃的 其实甘薯它的叶片长得很快速 我们可能会做一些礼慢的动作 把一些不必要的叶片来喂猪啊 或是我们做有机的肥料啊 对对对对 像我们兰羽达沃族那边 我们族人他们那个水浴田啊 如果是看到那个坏掉的 有没有 他们是不丢耶 是 那他们把他放在那边 诶问他们说 为什么要把它放在那边 为什么不丢掉 他们说可以当肥料 在部落的时候也看到老人家 他们是用烧啃的方式 来弄那个水浴田 那像我们这个甘薯田呢 也是一样用烧啃的方式吗 来当肥料 不是 我们是把这个甘薯的叶片 多余的叶片 拿去做堆肥 原来种植的作物不同 土壤所需要的养分也不一样哦 老师说啊 烧啃后获得的草木灰 主要是提供土壤假肥 那么堆肥该怎么做 而得到的养分又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垃圾场 对啊 老师 老师 是 你不是要带我们来了解这个堆肥吗 是啊 可是你带我们来的是垃圾场 来 各位同学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我们学校的宝物 为什么呢 它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把那些落叶啊 和一些杂草啊 把它堆积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经由我们人为的方式 把它堆翻 然后堆积呢 慢慢成为堆肥 你说这些杂草 这些植物是腐烂掉的 然后这个就是堆肥啊 对 这边味道怎么样 好臭啊 哈哈哈哈 这边味道 好臭啊 对没有错 其实在堆肥的分解过程中 它里面有一些有异菌 那一些菌种也会开始发酵 那会发出一些味道 那刚开始味道会比较臭 然后过一阵子之后 会有香香的味道出来 哈哈哈哈 老师 你说这个臭臭的肥料 会变香的哦 那到底在哪里啊 那我们去看看吧 好不好 OK OK 走走走走 咦 这堆肥的味道闻起来酸酸臭臭的 怎么可能会变香呢 哇 老师 你说这香 这就是香香的肥料吗 对 这就是香香的堆肥 小朋友你们闻一下 闻一下 不要自己闻 你闻啦 好啦 我闻啦 我闻啦 这是肥料 嗯 有哦 好像有一点点耶 闻闻看 有耶 有耶 有没有 有 哈哈哈 你干嘛鼻子那么靠近肥料闻 有 相信 有没有 有 诶 老师啊 为什么这里的肥料 跟刚刚我们闻的那个肥料 差那么多啊 其实哦 这些堆肥都是经过 长期时间哦 堆翻堆啊 堆积之后 然后经过有一个维生物呢 把它发酵之后 所清成的堆肥 制作有机堆肥时 最重要的是 土壤温度 与土壤水分的维持 在肥料发酵期间 由于维生物的作用 会使得内部产生高温 氧气量不足 让维生物的繁殖受到阻碍 进而影响堆肥品质 所以一星期至少需翻堆一次 而含水量标准 则是以手握紧肥料后 水会渗出 却不会滴下就可以咯 诶老师 像我们家里都会种一些小盆栽啊 那我们可不可以 像我们小朋友可不可以 学着做一些 自己的一些有机肥料啊 像这样子的 那我们也可以教小朋友 来做有机的液体肥料 我觉得这样很好耶 想不想学 想 制作自己的有机肥料 好不好 好 接下来呢 老师就要教我们制作 简单的有机液肥咯 小朋友 赶快分头去找材料咯 各位小朋友 你们是在找澡草做液体肥料啊 对 诶 那你们认为这边都是澡草吗 对啊 哦 不是哦 这边有豪草跟坏草 怎么分辨出豪草跟坏草 首先你看到这一个部分呢 这个就叫地毯草 有没有发现 它长得低矮矮的 有没有发现 有 它不影响我们的主作物 这个呢 叶片远远的很像铜钱一样 我们这叫雷公根 这个呢 它也是一样 具有低矮 浮浮性的一个特质 而且呢 它可以来做成很重要材的使用 小朋友 这是什么草 不知道 来这个叫做柯西加薄荷 薄荷 这个薄荷呢 有一种味道 来 小朋友你闻闻看 揉一揉闻闻看 有味道 有味道 什么味道 嗯 涼涼的味道 其实呢 柯西加薄荷呢 在我们这边呢 它已经驯化成我们这边的地背植物了 那在我们这边的屏东的夏天呢 能渡得过 因此我们把这个品种呢 拿来种在我们的土壤上面 那造成是一个它可以保护土壤 嗯 减少它的阳光的直接照射 让它污染温度呢 保持一个温度 而且呢 保持水分 而且它可以怎么样 还有驱虫的方式 那它都 它都不会枯掉吗 也会枯掉啊 但是我们有供应它水分啊 所以它就是在这边呢 慢慢慢慢的扩展出去 成为它的地方了 原来不同的作物 就会有不同的豪草与坏草哦 豪草我们把它留下来 而坏草呢 就用来制作有机肥料咯 你们手上拿的是什么草你们知道吗 木草 对 这是喂牛的木草 其实呢 这真正的学名叫做狼尾草 除了喂牛之外 它还有另外一种功用哦 做肥料 诶 没错 这个 狼尾草还可以做肥料 你们知道 先去做我们的有机肥料 来来来 快点 一起把它弄好 啊 很好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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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哥哥 那是我的小财 好歹你也留言给我嘛 诶 别走 老师 嗨 哇 你看 我们拿了这个 可以做肥料的草 有没有 这个是狼尾草嘛 对 喂牛的木草 没有错 这可以做肥料嘛 这个新鲜的狼尾草不能做肥料 新鲜的不行 对 其实我们是取它的叶片 那这浸杆部分呢 因为它不容易腐烂 所以这浸杆部分我们是不要的 而且呢 这个呢 狼尾草必须要再经过日晒 四个小时以后 然后成为干干的狼尾草 那我们才可以来做肥料 诶老师 在你生前这么多的桶子 是要做什么的 这就是我们要做 我们有机肥肥的 的东西 哦 那我来介绍一下 首先呢 前面呢 这三个桶子 装的是我们的 有七公升的清水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米糠 米糠呢 可以提供我们蛋肥的来源 收割后的稻谷脱壳 得到的米 称为糙米 而我们吃的米呢 则是由糙米去除外层肿皮 之后 所得到的金米 在这个加工过程中 所丢弃不要的那层肿皮 就是我们所谓的米糠哦 这个是什么 黑黑的那个是什么 这个呢 我们就称为糖蜜 那这个糖蜜 只要去提供我们 微生物呢 的养分来源 其实呢 我们除了用糖蜜以外 我们可以用 一般家庭在用黑砂糖 这个部分来做取代 接着我们就先把 液态材料 依照比例 倒入桶中 进行混合 然后加入米糠 搅拌均匀 最后 再将晒干的杂草 与狼尾草 加入桶中 并放上几天 等到所有的材料 都完全发酵后 有机一肥就完成咯 经过老师详细的说明 与示范后 小朋友们 马上就动起脑筋 在果园内 仔细地寻找 比收集所有 可能运用到的材料哦 好 太好了 现在老师 我们小朋友就要开始 自己亲手做我们的 有机肥料哦 是 对不对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材料吧 好 我们今天的材料 有点不太一样 那这个材料是在 小朋友呢 可以在家里面呢 可以随手拿得到的材料 首先我们先来看 我们有一个 番茄的部分 其实呢 我们有时候呢 番茄会有腐烂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把那些 腐烂的番茄 拿来当做我们有机材料 那刚才我们有介绍过就是 我们可以呢 用南威草啦 或者是我们去在田间 拔了杂草 那我们进入 晒干之后 也可以拿来当做有机材料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赶快将材料准备好 一起做实验咯 第一个 先倒入我们的砂糖 太好了 搅拌搅拌 再倒入那个 我们的酵母菌 好 搅拌搅拌 第三个是什么 倒入米汤 好米汤 好 我们接下来要加入这个 好了 最后老师还说 损伤或腐烂的水果 也能增加碳元还有蛋元 并且加速发酵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炸番茄汁吧 在有机抑肥发酵初期 酵母菌与乳酸菌等微生物 会把有机物质氧化分解为小分子 并产生沸腾般的二氧化碳气泡 到了发酵中后期 则必须要定时的翻角 提供充足的氧气 使有机物质能够维持在 良好的发酵环境下作用 制作出的有机抑肥 不但表层具有乳白色菌丝 效果也会更好哦 哇 我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物 哇 有没有 哇 很丰盛的感觉哦 哇 相信这个农作物呢 要是吃到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有机肥 一定会怎么样 又大又肥 没错 那你们会做的 想不想要试肥一下 想 想对不对 老师他有成品 那我们就用老师成品的那个有机肥 来去做施肥的动作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去施肥吧 不过在施肥之前 小朋友啊 不要忘咯 要先将我们的有机抑肥 稀释后 才能够使用哦 今天我们从主人们身上 学到了水域的天然栽种与施肥的方式 也透过许多的科学活动 认识了什么是千叉法 什么是有机堆肥 以及蚝草坏草的分别 最后呢 还学会制作有机抑肥 小朋友们是不是收获很多啊 三 二 我跟你说 我们来有还有一个是高级的植物 那个我们取生的最上等的蚝草 那一段这边 你看 等一下 那一段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 我们来去看看我们的老人家 他们到底是怎么种族我们的农作物啊 哈哈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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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多事 喂 你看 可以来怎么样 玩 我还要去 要不要 好 化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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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始